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KL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的网友继续支持我们 多谢各位网友 对不对 其实在今节我们讲讲一些移民的问题 之前老实实说 是有网友叫我这样做的 是有网友的女士叫我这样做 是什么呢 叫做双分 好听些叫双分 即是给你钱 你就和他 即是表面上 英文应该叫paper marriage 记错了 即是表面上的夫妻但是没有夫妻的实质 这样 足清就叫假结婚 当然这些犯法一定不能做 所以他叫我彩他也有美 其实在澳洲 华文媒体也曝光了一件事 请的就是 当然 我的题目是比较温和的 华文媒体是比较直接的 就是写华人按摩女 我就写 澳洲华人按摩从业员 尊重一点 因为按摩女 大马老师说是没有问题 其实是没有问题 但是 听上去就有点点 别人聊 或者比别人有点 不好的感觉 所以我尽量 中性点 好的 华文媒体 就 报道了一宗新闻 就是 一位 曾经从事按摩业的 色尼华人女子 就为了 找人结婚 拿这个PR 即是 永久居留权 自称 向中间人支付了10万澳币的介绍费 哦 不过 分戀 失败之后 部分退款 就追不回 怀疑中间人是撤个 天仙局来骗他 A 即是这个A小姐 即是那个华人的按摩从业员 她 其实做一件事 我觉得她是相当的不应该的 就是自己 带一群人去破门 弄团队门进去 破门闯入人家私人住宅 不对的 其实你这样做错了两件事 如果你真是双分的话 即是假结婚 拿身份 你 骗澳洲政府 已经是第一件事 不对 破门而入 闯入私人地方 其实在澳洲来说 都是很严重的 幸好你不是在美国 在美国的大伯常会怎样 那些人会有什么招呼你 不是莲子羹是吗 当然 不是 绝对是 莲子羹请你吃到饱了 棒棒 最后 她闯入了别人的 她真的是整对门 是坑烂了别人的 即是冲了进去 真是不错了 坦白说 最后 她是 拿不回钱 一时间 涉事的三方 各执一次 找了 华文媒体去报导 亦都找个 戒华人评下你 其实我觉得 我们评你没用的 找 报警 不过 你如果真是双分的话 我认为你很快被人戒回 是 是 现在 三方在各不相仰 陷入疆国 我们先听听A小姐的故事 好 A小姐就说 早在2018年8月份 她通过按摩店的雇主 叫H 我们叫H 澳洲音 H先生 就认识了 一位叫中间人介绍人 叫Z Z 就说 听闻你 很想拿到澳洲身份 说真的 按摩可能不是难拿身份 我认识人也是通过按摩是可以的 当然是正牌那些 Z就说 听闻你想找一位澳洲男士 结婚拿一个身份 他也说 如果拿不到PR 他现在这个身份 不用担心 我会把钱退给你 这样 这样 A小姐就告诉 华文媒体记者 经过 几轮的 会谈 他所说的会谈 谈论 首先 支付了66,000 澳币 之后是13,000 人民币 相当于大距 当时的会计 就是9万多澳币 9万3万 也许多 当然是多 另外这位 从按摩业从事员 看上去 也算是 挺闪镜的 就这样看上去 虽然带了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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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有一次在其他华文媒体我看过真人照片 都漂亮的 都漂亮的 还不错 根据A小姐提供的合照 Z,所谓的中间人 就介绍了两名西人 就叫他两个 Choices 给你了,两个选择给你了 分别 在一位就年轻一点 一位就中年阿叔 不过 A小姐就 质疑 是不是你的妹妹 没理由 一次吃饭都没有 就要我给你全部钱 Z就说 你再亚之亚装摩洛哥 那我就提高介绍费了 后来 那9万2元 唉,想想 算了,还是给吧 不给就做不了 他给了9万2元 不过后来想想 哎呀 又好像不行 其实他也很犹豫 他有改变主要 那么大笔钱 对呀 他很担心是妹妹 说真的,你这些是犯法 违法 怎么可以做呢 人家吃了你够钱 你也不敢出声 现在只可以找一些 华文媒体去评判 好似 中介Z 是吧 他不是 真是将你一军 虽然他自己有收钱 他说他叫我这样做的 如果和移民局说会怎么办呢 一拍两散的话怎么办呢 是吧 A小姐就说 我不要回我了 麻烦你退款 不可能啊 对呀 A小姐提供的所谓证据材料 总额是对不上号的 他提供什么呢 就是包括Z的一个收据 以及 一笔 两万元澳币现金的照片 就是你拍一堆两万元的钱的照片 不代表你给了钱 是吧 另外 他也出示了中国某银行 的一个G行 一位 王姓女士 的户口传入13万人民币的记录 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都只有4万6元澳币 不过这个数字 我们看到是A小姐说的一半 A小姐就说 哎呀好多时候我给现金的 都没捧没据 所以呢 那就是什么 你对不起总数 本来有九万 二千多元 但是 第一件事 你是 拍了一堆银行的照片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给了人 其实你也是没有怀疑的 是的 所以三方意见是不尽相同的 还有 你存了13万人民币 又代表什么呢 又代表什么呢 不代表是 Z先生是拿了你 所以 你正确地说 你除了 是那个 叫做 Z先生的 叫做收据之外 是2万澳币 其他基本上 那两个所谓的证据是无证无据 真心地说 A小姐提供的微信 记录就显示 Z先生 是没有否认过 要退回五万澳币 而且多次付出还款的时间日期 但是 每一次都是找理由 还没离行到 即是还没退回钱 即是走数 没错 到今时今日为止 只是 退了 两千八澳币 其实 A小姐 就真的向记者坦白 其实我有个女儿 是未成年的女儿 希望 拿到澳洲身份 她的 藉口 跟B&O家一样 为了下一代 所以就拿过澳洲身份 让她来澳洲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 她亦说 我九万二元澳币 很多都是借钱 所以经济有很大压力 因为这件事已经 精神崩溃状态 这样说 她说完了自己的东西 但是 既然她在媒体坦白了 她真的想骗个身份 即是骗政府 是吗 因为 欠款难追 A小姐就告诉华文媒体的记者 她说去年12月的某个晚上 一位 西人朋友 就前往 Z先生的家 要Z先生出来解决问题 虽然Z先生说自己在昆士兰 因为他们在South Wales 在昆士兰州 A小姐就不相信 在敲门没有回应之后 这个西人男士 恐慕有力 一脚就踢爛了别人的门 发现了 吓死Z先生的女儿 原来她的女儿在家自己一个人居 她真的不是在家 Z先生 这也不妙 这场是暴力闯入 试上真的是暴力 你踢爛人家的同盟冲进去 成为了双方目前争执的一个焦点之一 A女士向记者解释 当时我听到她家里有灯灯 她又说她家里没有人 我就决定强行进去 Z很明显想 逃避 不想付钱 就算是这样也不可以踢门而入 这不是理由来的 那个西人也挺厉害 一脚踢爛对门 对于 破门强闯入 人家私人 住宅 这个犯罪嫌疑一事 她说对门又不是我踢 但是你带西人去 很难脱身 另外 Z先生 对A的指控并不认同 他就说 不是不想还钱给他 只是因为疫情和其他生意 要暂时留在昆士兰 Z先生也向记者强调 A和那位西人男子 除了破坏了 他家里的门之外 而且吓唬她的女儿 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的确是 他没有说错 他也向记者提供了 对于争议的金额 他就说 只是收过A小姐一万元 而且 这个是A小姐主动给他的 他就说 完全不知道 大陆某农业银行 的转账那件事 Z也否认 这个叫做帮人 搞双分的指控 因为如果他真的的话 他以后做这个总结就不用做了 他也强调 当时介绍给A小姐那两位西人男子 都是诚心诚意想 认识一位女士作为女朋友 的确 他也说 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A小姐生得真的比较漂亮 那位年轻的男士很喜欢他 他也说 据他所知 这位年轻的男士 是 未结婚 亦都没有 当然了 未结婚当然没有离过婚 不是的 未结婚不代表没有离过婚 现在 未婚状态 亦都没有离过婚 不过 A小姐自己真的不想结婚 很矛盾 对 不矛盾 因为如果A小姐真的想双分 我们法例之下 其实不是需要一张正正式式的结婚证 都可以申请到身份 我说一说澳洲法例如何 就像我们澳洲公民 一世人只可以与两个 外国人 取得身份 而且你第一段婚姻 离婚之后以隔五年 才可以再与人 申请永久居民身份 但可以先结婚 可以先结婚 稍后才申请也可以 可以 可以 但一般来说 移民官 因为我以前帮人DIY搞过 亦有少少了解 移民官觉得你有 婚姻证书 可能有诚心诚意 想和这个人一起 所以就容易一些 另外一个容易批的理由 就是你有了嬰儿 嬰儿也有了嬰儿 嬰儿也有了嬰儿 他们也觉得 应该走不掉 华 还有 这个Z先生 亦都是质疑 听闻A小姐在中国还有老公 当然她听闻 证实不了 后来 当然这位漂亮的A小姐 曾经在按摩店做过 刚才我们说过 按摩店的 店主 叫Hech 先生 亦都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他就说 我根本不清楚 A和Z之间的 九分 因因缘缘什么都不知道 亦都不知道 有多少金额 以及他发誓 从来没有拿过 A小姐一元鸡 他就说 大家本来都是当朋友 有说有小 开开心心 不过 原来 A小姐 咬了她的前雇主 H先生一胆 对吗 他就说 这个 H先生 根本就是 Z先生的帮兇 他就认为 自己错就错在 当初不应该 叫H先生介绍 Z先生 他认识 他认识 你好似又不是那么好 这些又可以说吗 有造枝没有黑 事实上你是想找一个西人架 不是西人 有一个澳洲身份的人架 之后拿个身份 我当你的目标 动机是纯 但其实你也是不纯 你都说明是想什么 是想拿个身份 又不想结婚 所以 这个H先生 就很无奈 就说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至于2018年 A小姐 叫人 全13万人民币 这件事情 H先生 他就承认 收款人 真是他朋友 嗯 这个真是搞笑 他也说 因为 Z先生当时 没有中国的 银行账号 我都没有 所以就找个朋友 真是罗珊门 Z先生说 一元也没收过 越来越多 牵涉越来越多人 现在甚至死沽了 是的 记者也说 他又说回 Z先生和记者说的 他说 H先生 Z先生和您说的 完全是 对不上好 他又没有回应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 A小姐带过西人男子 强厂文责一事 他说得轻易 H先生 A小姐的前故主 希望Z先生 不要计较 这样不行 又不是踢你的门 说得这么轻松 线厂文责是很严重的 并且他说 既然Z先生 都答应了 要还200元 给人 就快点还 到今时今日为止 其实 A和Z之间的协议 都没有达成 即是他说他欠款未还 他说没有差过那么多钱 还有 H先生 即是 Z女士 前故主 A小姐的前故主 真的很轻松 H先生 就是A小姐的前故主 都不愿意介入 这场 这场 叫做 双分案 陷入僵局 说真的 都是双分野的 实际上 其实你就表明了 是打算给钱 叫人家介绍 但是 Z就不认 A就认了 大家有金钱 有金钱的瓜葛 现在 大家又说他欠他钱 他又说没有欠那么多钱 就是这样 虽然大家听到有点乱 但是也是那句 这些 是犯法的 千万不要做 犯法的一定不能做 就是这么简单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再见 再见